想的是对的 需要的 爸爸妈妈都会想办法 但是如果你要做的是不善业 我念大悲祖 希望我开个养猪场 希望我去怎么那不行 再来是不自成 你内心信心不够 所以也没办法埋怨 只要你有信心 而且是个善业 最后要有信心 你儿子不吃素 你希望他吃素 你不要烦恼 记住 永远记住这句话 我们要帮助别人之前 你不能有烦恼 你不能用烦恼心来念佛 当然你儿子生病 你很担心 但是我在念大悲祖 念阿弥陀佛 诵经 我就很专心 这样产生一个很好的力量 你更需要这个很好的力量 来帮助对方 所以你只要很专心认真 念大悲祖 第七 若诸女人厌见女生欲成男子生 送此大悲 投入你张句 若不转女生成男子生者 我誓不成正觉 生少疑心者 必不裹碎也 这个有两个讲法 一个是下辈子 一个是这一辈子 当然如果在正法的时代 那真的有可能 或是你那种圆满的大悲心 只有你自己知道吧 但是至少来世可以转 但是各位你一定要相信 因为我们自己 在这个末法 没有办法看到 相信 因为五浊二世 离佛越来越远 离正法越来越远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 但是大悲咒的力量 一定有办法 你不能怀疑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障碍 就像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都在头顶 是我们自己的障碍看不见 并不是阿弥陀佛 没有来加持 第八 若诸众生 清损常住 领时财物 千佛出世 不通忏悔 各位记住啊 在家出家 你到寺庙 去偷拿 出家人寺庙的东西 这叫华守经说 堕落地狱 千佛都没有办法救你 所以我们受八万载界 第一条 就绝对不能够 侵占 偷盗 常住物 生邪物 所以 如果有人这样做 一千尊佛出世 都没办法 消你业障 众忏亦不除灭 就算你忏悔 也消除不了 但是 你想想看 经诵大悲神咒 极得除灭 千佛没办法帮你除灭的 大悲神咒 可以让你除灭 所以各位 我们还担心什么 我们没有造这么大的 恶业 所以要对大悲神咒 有信心 所以后面 念下来 若轻损实用 长煮饮食 怀物要对十方师 颤谢 然始除灭 二 惊悚大悲 陀罗尼时 十方师 即来为作证明 一切罪障 昔皆消灭 一切十恶 忤逆 磅人 磅法 破灾 破戒 破塔 坏事 偷生其物 污尽 犯行 如是等 一切恶业重罪 昔皆灭 三 唯处一事 宇宙生一者 乃自小罪 轻业 亦不得灭 何况重罪 虽不即灭重罪 犹能远坐菩提之音 所以 你念大悲祖 十方佛 都来给你证明 一切罪业 且消灭 在第二 十二 忤逆 杀父母 这种忤逆罪 毁谤人 毁谤法 破戒 破灾 破塔 把佛塔给消灭了 把寺庙给消灭了 偷藏住物 乃至呢 你强奸了 比穷你啊 污尽犯行 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 昔皆灭尽 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罪 这里面写的罪 在重的罪了 没有吧 但是 如果 你有自诚心 来念诵大悲祖 一切都可消灭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念 你说我又没有犯 干嘛念 你 你太不慈悲了 这个世界犯戒人多少 所以大悲祖 你要想的是 为众生 这个越末法 你越要念大悲祖 因为这个末法 毁坏活塔 伤害出家人 乃至出家人自己破戒 天天都在发生一样 所以更要 念大悲祖 来净化这个世间所有的恶业 但是 如果你对大悲祖怀疑 不是光大悲祖 很多人对咒语没信心 很多人对咒语没信心 反而打着所谓 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没有错 原始佛教也是佛说的 但是不能对咒语没信心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很多人对大悲祖有信心 但对藏传佛教在传咒 又没信心 怀疑 那这样也不行 所以如果你对一切咒 乃至有挑衅的分别 这个我相信 那个我不相信 对你来讲不好 不然的话你念一个小小的罪业 你都没办法灭罪 何况是重罪 但在后面说 虽然不能 你虽然信心不够 但至少你念大悲祖 也种下未来成佛的因 第九 我们念一下 诺主人间 诵此大悲心咒者 不受十五种恶死也 其恶食者 一不令其饥饿困苦死 二不为家境仗处死 三不为冤家仇对死 四不为君政相杀死 五不为财狼恶受残害死 六不为毒舌缘歇所重死 七不为水火焚飘死 八不为毒药所重死 九不为孤独害死 十不为狂乱思念死 十一不为山树挨岸对弱死 十二不为恶人厌寐死 十三不为邪神恶鬼得辩死 十四不为恶病缘生死 十五不为非愤自害死 所以各位要以大悲心 为所有痛苦的死亡 念大悲咒 不能光想自己说 我念大悲咒我就不会饥饿困恶 你一定可以得到 但是大悲咒是为了众生 不管在什么地方念大悲咒 希望这十五种不好的 包括自杀都不要发生 乃至发生的都可以超度他 所以被水淹死的 被火烧死的 被毒药重死的 被放孤独而死的 神经病而死的 乃至现在很多人在 自拍自拍哦掉下去 报纸天天有 那个地方你要去念 超度他们 以后任何人再去那个地方 也不会掉下去 因为不畏狂乱思念 乃至不畏树癌暗 罪落死 等等 所以各位要有信心 前面讲了 如果你怀疑这个咒 这个功德 那你来念就没有 你不怀疑 你会全然的把观音菩萨的力量 展现在那个地方 那你当下是不是佛啊 念佛即是佛 持咒即是佛 诵经也是佛 就是要你很信心了解 我讲的是心相信佛就是佛 世心念佛 世心做佛都可以 你要当下 虽然我们还没有圆满成佛 但是这个信心 就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出来 这个比较重要 这样去读诵咒语 翻过来 十五种善生 我们要边念边讲发言 来 当愿众生 得十五种善生 我所到之处 皆得善生 因为你在念大悲之后 你走到哪里 把这个力量带到哪里 念家 诵词大悲神咒者 得十五种善生者 一所生之处 常逢善亡 二常生善国 三常知好时 四常逢善友 五身根常得巨竹 六道心纯熟 七不犯境界 八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九资具财食 常得丰足 十恒得他人 恭敬福皆 十一所有财宝 无他解夺 十二亿欲所求 皆稀撑碎 十三农天善神 恒常永畏 十四所生之处 见佛闻法 十五所闻正法 勿胜生意 若有颂慈大悲心 陀罗尼者 德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 一切天人 因常颂慈 五身写代 天上的神 世间的人 各位多念 因为就可以把 十五种饿死 不管你怎么消除 让所有众生得到十五种的善生 那我想每一个法门 只要你有信心 你都会觉得很法气充满 而且相应于对方 这个环境 这个人事物需要什么 我这个人生病 你可以为他念 要是咒 你可以祈求度母加持他 你可以为他念准提咒 你更可以为他念大悲咒 只要你有信心 而且 最好你还了解 对方相应于什么 这个人是念度母的 对不对 这个人是准提咒的 这个人是念阿弥陀佛的 你更为他念 因为重点 一级一切 讲的是你的信心 圆满的发心动机 你来念 那每一个佛 显现不一样形象 但佛的功德是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 请翻到后面 我们中间 麻烦各位自己看 把大悲咒的一些功德 用大家来念 一遍大悲咒 好不好 请翻到三十五页 各位已经念了几遍了 他是各位以后比赛 看谁念得最快 好不好 他是希望你的心 就展现悲心 就像飞机飞上来了 随时都在利益众生 大转法轮 所以我常讲这个故事 各位你都听 有一位老菩萨 我刚出家两年 我们教他们念大悲咒 给他解释 他就背下来 背下来 他快来过往生了 他女儿来看他 谁叫他还起来 就那么恨了 保证往生的 他不着世间法 我去看他 也是那么恨了 这样一直念 念到没有气 因为他对大悲咒的信心 所以当然各位 各种的方法 来让自己不离开佛的心 所以我们再念一遍 三十五页 起手观音大悲主 愿力红生向好生 千倍庄严普护时 千眼光明片观照 真实与众宣密语 无为心内起悲心 树令满足诸需求 永世灭除诸罪业 龙天圣众同慈护 百千三昧顿熏修 受持身世光明床 受持心世神通胀 喜着诸愿愿 喜着诸愿寄海 超正菩提方便门 我今生世世归一 所愿重新息圆满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智慧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度一切重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善方便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成般若传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悦